987文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谈一个超级大趋势 超级大商机 不但趋势跟商机 也是关系到你我将来生活的一个部分 而且它会造成我们生活上面全面的改变 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很多的结构的变化 都是这个超级的大的趋势 是什么呢 就是电动车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解析一下 这个电动车的未来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有关电动车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请到是律动未来的创办人刘晓玲 刘先生在我们节目现场 那为什么要请刘先生呢 因为最近有一本书引起我的兴趣 叫做《图解电动车大未来》 这本书是由 真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那他作者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呢 叫做《村泽一久》 《村泽一久》 这个人我不熟 但是呢 我们设法要去理解这本书讲什么 也设法要去理解电动车的未来 所以我们请到了这本书 的一个评论人 在这本书上面的评论人呢 就是律动未来的创办人刘晓玲 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做这本书的解释 以及请刘先生来告诉我们电动车的大未来是什么 刘晓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刘晓先生您接触电动车多久了 我已经完全不使用汽油车已经四年多一点 四年多 对四年多 完全不使用 但是你接触电动车应该更久了 对不对 接触更久 对大概接触 我从特斯拉刚开始在运作在2007年08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接触这块的资讯了 07年08年 等于说已经十年之久了 对 因为我对电动车的交通的相关的工具都很有兴趣 为什么你当初会对电动车十年前就有兴趣 那时候其实大家对电动车其实很懵懵懂懂 对不对 那是一个很初始的概念 特斯拉刚刚十年前创办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这个电动车有可能吗 有可能会是未来吗 结果现在看到电动车 哇它不但是未来 而且是确定的未来 对 我不喜欢汽油燃油车的原因是因为空气污染 OK 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在骑单车 再次骑电动单车 再次骑电动电动机车 对 然后当然最后就是现在的电动汽车已经成熟 所以转换到电动汽车这一块 所以从最小的这个单车到机车到汽车部分 就是已经是全电化的一个过程 那最大原因是因为空气软问题很严重 因为像我昨天的空气软测出来是AQS是167 在台北港 空气非常非常差 台北港那边空气蛮差的 对很差 那我去欧洲 欧洲同样机器一测20 空气好到就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欧洲空气怎么好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拿台湾的空气标准 去跟先进国家比你 因为先进国家在空气的这个品质的控制 他们控制非常好 当然针对于就是 当然也是因为跟他们的交通政策 还有相关的这个设施都有很大相对关系在 跟他们的环保政策有关系 对跟他们的环保政策有关系 好 所以说最早您开始接触电动车 最主要也是因为环保的因素 对环保的因素 好那现在目前电动车进入到 我们讲已经开始在成熟阶段了 对不对 您发现这个趋势跟未来的方向 它会朝什么样的路径走 从目前按照全球目前最知名的特斯拉来讲 就是说现在的车辆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一个使用车辆而言 因为早期的车辆我们必须要透过眼睛 通过手通过脚去控制车辆行驶 对 但是在目前特斯拉的所谓的自动驾驶技术来讲 它发展的越来越健全了 甚至在4月23号的清晨 美国的特斯拉它也发布了所谓的全自动驾驶的一个技术 在Model 3这个车型上面 它上高速公路去行驶了一段道路 然后再下高速公路 那整个的过程之中 它完全没有去触碰有电门 我们叫电门跟它的方向盘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在美国他们的道路交通规则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有闸道 那你怎么样去辨识闸道路口 这就完全是透过机器 美国的freeway很复杂 对很复杂的 然后它有包含所谓的平面道路的stop sign 就是你一个停止线 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停止线你要判定说 哪一台车先到哪一台车后到 对对对 你要先判定 判定完了没有车 你才可以通过 因为它是四方stop sign 对四方的 所以大家就是要自己 自己的 对 先来后到 先来后到的观念 所以它厉害就在这个地方 发布出来的 那而且可以套用在现有的商用的车型上面来讲 目前还是特斯拉是发展的速度是最快的 它非常用非常快速的所谓的OTA的技术 去做所谓的线上更新的方式 可以很快速的去发布它的软体跟功能 到旧的车种上面去 它就可以立刻支援了 所谓的全自动驾驶的这个目标 那透过这个目标 就是说特斯拉 它就可以实践所谓的这个轻松驾驶 为什么 什么叫轻松驾驶 就是说 使用者你可以非常轻松 可以完全不用 留意就是高速公路 或是道路上的一个变化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多使用者上高速公路 是像美国的高速公路 那如果说你有开过 像美国那种洲际道路的来讲的话 那一条路上大概就是只有你一台车 前后左右都没有车 那会非常非常无聊 那无聊到就是 我在美国开到 我很怕开中西公路 会开到睡着 这个我有经验 从洛杉矶开到拉斯维加斯 你就知道 旁边都没有车子的 都没有车 然后很无聊 然后你会觉得会慢慢开始会有这种昏睡感 就是就会出现了 那自动驾驶就是在这时候是发挥它最主要功能 就是说防止你睡着 那不可否论是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皮刀驾驶的状况发生 那自动驾驶就是解决这种解决跟预防 所谓的皮刀驾驶 还有包含就是减轻使用者的负担 你就是可能在长城的道路上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可能喝个水 甚至再喝个咖啡 但是当然不能睡觉 但是我说你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不用那么累 因为如果说像按照现有汽油车的开车的技术来讲的话 这个技术来讲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关注在全程的留意在驾驶部分 所以你长途开下来是很累的 但是你有自动驾驶功能之后你可以非常轻松 你可能从筒肩动一动肩膀 可以很轻松的去使用这个车辆 那问题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跟电动车它可能是两回事 当然未来我想电动车它一定会配合是自动驾驶 不过现在目前电动车有全自动驾驶的还很少 这个您刚刚讲即使特斯拉它目前全自动驾驶它也是在一个试验阶段 所以我们先来谈这个电动车这一块 我看我看到这本书上面 你的这个引言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你开那个Nissan的Leaf 然后你说你这个周游德国就靠这个Leaf 那我们也知道那个Leaf今年玉日车好像应该要引进台湾 那Nissan或是特斯拉或是BMW或是全世界各大车厂 现在目前电动车发展的态势如何 你觉得哪一家厂会胜出呢 按照亚洲的习惯 因为亚洲来讲不可否论是Toyota的部分还是几乎占了大概日系车 我们就日系车在台湾部分还是占了将近六成以上的市场 那当然是说特斯拉在台湾当然也是崛起输入非常快 那按照台湾民众的品牌喜好度还是喜欢日系的品质 还有它的技术还有它的价格 所以日系车还是可能会是台湾民众一个蛮喜欢的一个方向 那目前在日系车来讲的话就是Toyota它现在也预计要在2020年发布一个纯电车的一个叫HCR的一个CV的一个车辆 那另外一个就是包含现有的这个电动车就是Nissan Leaf 那Nissan它现在已经推出到所谓的二代 二代就是它40k瓦的电池 那40k瓦电池它我在德国使用经验就是说它有支援一个叫Propiler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那你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启动Propiler 你手就大概可以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甚至可以放开方向盘稍微大概10秒20秒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这是Propiler的一个自动驾驶 那在欧洲来讲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落在 我当时去查一下大概是补助了补助完之后大概落在大概90万到100万之间 你是说台币 对换算成台币说大概90万到100万 有Propiler才90万到100万 对就是它的就是因为它有几个级别 那它的整个的包含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的车种40k瓦电池 大概可以跑大概300到350公里这个距离 那在台湾很够用 对很够用很便宜 因为台湾老讲台湾坐在从南到北大概300多公里就足够了 那你可能中途你只要稍微停个点用Choptermo快充站 一下子大概不到半小时就可以 它充电是怎么充 它车上配有两个规格 一个是所谓的慢充规格 就是一般的慢充在家庭在110或220的电源充电 直接插头拉出来 对直接插头 你就家里面随便找到插头就可以充了 然后第二个是快充 那快充就是说在很多的高速公路上面 它会有高速公路休息站 它会有设置所谓的像加油站一样 它就设置在加油站旁边 就会快充站 你去一段你大概就付个大概7欧元到8欧元左右 就一直冲到宝 大概限20小时内就是绝对没有快充 就插进去 大概不到40分钟到50分钟 喝杯咖啡 对对 所以它就设置在就是 因为它高速公路休息站是有加油站吧 加油站旁边通常会有餐厅 那你就可以去喝咖啡休息一下上个厕所 然后等你吃个东西休息一下回来 它已经冲宝了 问题是会有很多人排队要冲呢 目前在欧洲 我在这次的旅程之中 老实讲我只遇到微台 微台的电动车在充电 但是偶尔在一些都市里面会遇到两台或三台 因为在欧洲的德国 老实讲德国还蛮大的 我在跳城市的过程之中 有些城市都超过200公里 300公里 甚至400公里以上的旅程 那我在这旅程之中中间是一定有一个点要停 那我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是没有遇到其他电动车 但是我在都市里面是遇到非常非常多的电动车 包含像特斯拉 包含像林商的衣服 包含是各式各样的现代的电动车 还有现代的 现代的电动车 它有一个新车种叫扣拿 它可以跑400多公里 对那很足够 那就是在德国在都市里面 他们在使用电动车的比例比较高 那在跨城市这一块的话就会比较少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大家会怕没电 在都市里面的话 顶多一天开个十七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老实讲就是 我觉得跟德国的文化也会有关系 因为德国它有一个高速公路 有一个很棒的设计叫无限速 对对对 那无限速你就是那种 你开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到 所有车都是用几乎是非常非常高的 最高时速在开在那车道 那电动车在德国使用来讲的话 跨城市来讲会比较辛苦 为什么因为电动车 你只要车速越快 转速越快 它耗电量就越快 它就比较不利于就是所谓的这种 长途高速超过160公里以上的时速 160公里的时速 因为德国那个高速没有限速 所以160、200 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车子200 就刷过去了 那电动车开在旁边你会觉得 有点 追不太到 有点恐怖 对有点恐怖追不到 旁边刷刷刷这样太快 因为电动车它有它比较适合在于 低速是最运作最有效率的状态下 在低速 所以说城市部分是运作比较好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上 继续请刘先告诉我们他的电动车经验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是律动未来的创办人刘晓琳 刘先在我们节目现场 其实谈到电动车的驾驶经验 应该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很感兴趣 因为我们没有电动车的驾驶经验 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 未来一旦电动车普及之后 它的驾驶经验会是什么 在国外的高速公路的确 速度都非常快 刚刚刘先讲说 在德国的freeway上面开 160到200可能加长便饭 在美国其实开到90mine以上 也都是加长便饭 所以听众朋友 你如果在国外的高速公路开的话 的确你会发现 上freeway要上去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很有压力 因为车都不会让你的 他们都是很快速的 所以你要加满了油门 用冲的从闸道口冲进去 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很危险 所以电动车有它功能上的限制 就是高速的话 它可能耗电量会比较高 但是据我知道 电动车起步非常的快 就跟超跑一样快 是不是这样子呢 请教刘先 刘先电动车起步到底快到什么程度 按照目前特斯拉所发布的 最新的这个Roster 2的二代的跑车 那0到100的加速只要1.9秒 那这个纪录可能没有人办法 油车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目前现在就是特斯拉 不管你Farri或是Porsche 都没有办法 不可能了 因为主要是它的马达特性 它就会瞬间把一个极大的扭力做输出 然后在非常非常短时间之内 你想想看0到1.9秒 你还没有讲完话 它就已经到了直播100了 但是在低速部分 所以它在低速部分 它是非常有它的一个优势的 那我们也跟世界各地的 这个电动车的使用者 交流了一些他们经验 包含像中国的迪士的司机 就电车司机 那我们跟他交流 他们都是一个反应 就是说电动车的特径就是敏捷 非常非常敏捷 就是说你在控制你的油门 跟你的速度 可以非常非常准确 而且迅速 那不像油车一样 那我现在因为我开 油车要有变速器 电动车 我看这本书上写说 它可以省掉 大概1万个汽车的零件 包括变速箱 是一个最主要的零件可以省掉的 最大特别是说 因为我已经大概很久 没有开汽油车了 因为我完全都是 纯电的话的一个交通工具 那当我回去再开 朋友的油车的时候 我一开油车 我有点不太习惯 我以为这车子坏掉 你踩那个油门 奇怪怎么车子都不会动 那我以为是车子坏掉 事实上是因为 因为你已经习惯电动车 那种敏捷的速度了 一踩动力随时到 那你在都市里面超车 或是在高速公共超车来讲的话 你就是需要敏捷的这种控制能力 所以油车部分 我再回去开油车 你会觉得油车 感觉油车坏掉 你知道坏掉 那种感觉是觉得 它跑起来很慢 那油门踩的没有反应 然后你想要 瞬间的动力输出 它打不上来 而且电动车又很安静 对很安静 而且很舒服 所以你看油车的话 你会感觉这个车子很吵 不只是有吵的问题 最大一个是所谓舒适性 因为油车 因为它是透过引擎 去传动它的动力 但引擎在燃烧过程中 它会很震动 那震动老讲 它会透过车身 方向盘 还有车子的底盘 会传授到车上的乘客 那我当我在坐在架座 不管是架座或乘客座 我都会感受到 那个无时无刻的震动 那种震动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 那我因为电动车开久之后 你会非常喜欢那种宁静 舒适的那种感觉 你不会那种震动感觉 一直困扰你的脚 困扰你的屁股 不是坐久的时候 像我记得以前 那时候在十多年前 那时候骑汽油机车去绕北海岸一圈 半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骑回来之后 屁股都已经麻掉 为什么 因为就是震动 可是当我在骑够够楼 去还北海岸回来之后 发到奇怪 哇好舒服 完全没有感受到那种 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屁股还是一样 非常健康 对行人而言 电动车有时候会被 这个有时候是一种威胁 因为它太安静了 所以它那个 电动机车骑到你后面 你完全不知道 或是电动车开到你后面 你完全不知道 哇你突然看到 原台车吓一跳这样 所以它现在因为法规因素嘛 所以全球法规先补充了 之所以它必须要有个 低速噪音的警示 哦 所以它在低速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哦哦的声音 哦是这样子哦 对特斯拉也都有 因为法规现在都已经 OKOK 这个就是为了行人安全 为了行安全 因为这电动车真的太安静了 对 我之前在开特斯拉 在路上的时候真的 我跟在行人后面 行人都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按喇叭 我也不好意思闪他灯 就是我就跟在他后面 等他走完 那等到行人走一段路后 回头看什么后面 才跟一台特斯拉 他吓一跳 对对对 我有经验 我常常在巷子里面 被电动机车吓到 对 好 那刘健 你觉得台湾电动车 什么时候会全面的补名 呃 这个原因上还是 老实在国内 我们所看到的 在机车部分啊 非常明显就是GoGoro GoGoro从 呃 一开始没有人看好 到现在已经变成畅销 甚至变成说有海外的投资者 想要投资GoGoro 现在已经包含在欧洲 包含在巴黎 德国的柏林 呃 包含的西班牙 都已经有包含 GoGoro的租轮服务在里面 包含日本 那 GoGoro事实上 在机车的部分来讲 他做出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表现的 成果 因为呃 包含在机车部分销售来讲 呃 电动机车的销售来讲 GoGoro 几乎是已经南瓜 就是第一大 这个这个销售 那在台湾的 机车来讲 台湾机车 你知道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那政府也一直想要 先把 这个机车的部分 设法把它 态换成这个 这个电动机车 所以在机车的补助 分还蛮多的 像我们那时候去年 补助下来 大概一台车 加四万多块的 GoGoro好了 你大概不到两万多 所以按照 云林线补助最高的话 你大概不到 不大三万块 你就可以买台GoGoro 陶渊的补助也很高 对 陶渊也很高 那就是透过补助方式 他想要去透过这个政策 去加速他态患的过程 因为不可否论是说 GoGoro 他从这样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他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突出了 甚至 光阳三阳 他们其实都感受到威胁了 光阳三阳他也急着 要推出所谓的 相关的电动机车 但是当然是已经 有点来不及了 因为GoGoro的建制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完整 在全台湾的一个物件 那现在有GoGoro的车主 已经在环岛了 那也就是说在台湾部分 因为政策的因素 因为不可否论是 在全球的各国 都还是会有所谓的政策补助 来解决就是这个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 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所谓的大量生产 跟销售的这个目标 所以他单价一定会高 尤其是电池很贵 对 所以单价一定会高 那因为政府也知道说 在都市里面的空气污染 在城市里面的空气污染 还是需要透过这个政策的调整 来搭配就是设法去态换燃油车 所以说包含像台湾 当然也对于环保署 还有各地的县市政府 推出了这相关的优惠政策 对 那目前台湾比较特别是说 对于机车的优惠政策比较多 包含购车补助 包含停车优惠 但是很可惜对于电动汽车部分的补助 比较少一点 对 比较少 那不像像挪威好 我们举例像挪威 挪威就提出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包含在购车的补助 它反而还提高了燃油车的税金 在挪威它还提高燃油车的税金 设法让电动车的售价 跟燃油车的售价是一样的 对 那一样之后就是当然 因为电动车优点就是 它又包含市区停车不用钱 你可以使用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 共乘车道 我们叫高层载车道 就有很多incentive去吸引你去买电动车 对 那现在在挪威 它的电动车的使用比率是53% 那超过燃油车了 超过燃油车了 那为什么还是回到一个关键政府的政策 因为挪威政府 挪威是产油的 但是他不喜欢用燃油车在都市里面 在国家里面 所以他完全是透过政策的方式 去补助了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甚至让电动车超越了油车 即使它是产油大国 产油国家 所以关键还是回到国内的电动车政策 那国内电动车政策之前 我们这个是赖清德 我们赖清德之前 前院长 对前院长 那他之前在台南市 事实上他也推了很多的电动车的政策 那我们在全台湾 各个县市看的相关的政策 就是新北市 台中市 包含台南 那赖清德老养 他对于电动车的政策是蛮明朗的 但是就是比较可惜 就是说他有做一些调整这样 政府还没有大规模的补助电动汽车 可能是阶段性 对不对 他先从机车开始 然后后面进入到汽车 因为毕竟汽车可能在充电上面还是有问题 因为你想看台湾很多人都是住公寓嘛 对 那你说怎么样把电接下来 对 呃 从你的汽车 对 这个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停车位啊 对 就算有停车位也不见得就在你的家门口啊 对 那老讲这次我去中国去看的这个电动车这一块 那中国他们是让他推行了非常非常多的电动车政策 真是超越台湾电动车政策超越台湾 对 他们在社区里面 正是在社区旁边设置充电站 快充电站 大陆的电动车发展政策是走得很快了 对 那这一块我们以后再谈 有关电动车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的内容 这个非常想请教刘先生继续谈上去 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这样子好了 我们下次再安排刘先生 在我们来节目再谈一次电动车的发展 谢谢您刘晓琳刘先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